都说养儿为防老 这个观念在中国最根深蒂固 很多父母都希望生个儿子防老 但即使只有一个女儿也会孝敬父母 他们养我长大 我陪他们到老 沈梦辰就是一个孝顺的女儿 10月19日 沈梦辰在微博上晒出一张和妈妈的合照 沈梦辰 术后17天的妈妈虽然瘦了很多 但精气神十足 忍不住想要赞美你 怎么那么美 重回人之巅峰 照片中的沈妈妈身穿桃红色羽绒服 看起来比之前瘦了很多 但戴着眼镜化着蛋装非常有气质 沈梦辰穿着白色的毛衣 用胳膊围着妈妈非常亲切 网友点开大图后 却看见了沈梦辰的墨镜 中有一个人也貌似是杜海涛 也有网友提出有可能是沈梦辰的爸爸 不过从墨镜中人的小胖腿来看是杜海涛没错了 因为沈梦辰的爸爸比妈妈还要走 不可能会有小胖腿 原本是要杀妈妈的 却意外撒了一把狗粮 网友表示自己只看到了杜海涛 18号的时候 沈梦辰也在微博上晒 过自己和妈妈的合照 沈妈妈穿的依然是这件桃红色的羽绒服 沈梦辰陪着妈妈坐在草地上晒太阳 把文称 你陪我长大 我陪你变老 而这张照片很有可能 也是杜海涛拍的 沈梦辰有提到这是妈妈术后第17天 这段时间 沈梦辰应该一直陪在妈妈身边 而杜海涛也很有可能全程陪伴手术 小编看了下杜海涛的微博 已经好几天没有更新了 看来是在忙 这照顾未来的丈母娘 做手术可不是一件小事 必须得好好陪伴和表现 杜海涛本人也是个孝子 经常在微博晒自己和妈妈的合照 也会帮助妈妈追星 杜海涛的妈妈对沈梦辰也非常喜欢 沈梦辰有时间 就会去家里看杜海涛的妈妈 给她带礼物 两人的合照也很亲热 杜海涛的妈妈还会偷偷的去支持沈梦辰主持的节目 最重要的是沈梦辰和杜海涛的恋情 一直很稳定 早前 在节目采访中 沈梦辰透露是自己先追的杜海涛 当时的杜海涛对自己没什么兴趣 而前段时间 沈梦辰在某社交软件上发文 沈梦辰我可以很坚强 被网友戒独威和杜海涛分手了 熟悉看来这只是因为妈妈生病 沈梦辰的感慨而已 沈梦辰的妈妈出院后 记者曾拍到杜海涛和沈梦辰凌晨在酒吧狂欢 应该是庆祝沈梦辰妈妈的手术一切正常 早前在沈梦辰的微博留言中 杜海涛也透露出了要吃沈梦辰的意思 相信不久后就会传来这个消息 虽然杜海涛在快乐大本营的主持公寓一般 但杜海涛开了很多家餐饮店 身家却故意 沈梦辰也成为了湖南台绿棚的支持人之一 比吴京还受起重 在这个时候 如果杜海涛能把沈梦辰取回家 那一定是真爱了 也可以早日实现杜海涛妈妈想抱孙子的愿望 你说是不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